作者尔雅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205集 家里有贼 此日清晨 睡了个好觉的天尊神清气爽的起来 就见一间屋住的鹰猴打着哈欠 靠着床铺争斗一只小猫 哪来的猫 今早蹲在床台上的 天尊心情很好的出门 准备去吃早点 但是他刚踏出房门一步 赶忙往旁边一闪 啪哒一声 屋顶上飞下一块瓦片来 天尊眨眨眼 仰起脸瞧 这会儿鹰猴也走了出来 见天尊抱着胳膊站在院子里 正仰着脸往上望呢 干嘛呢 吃早饭去了 鹰猴抓了天尊一把 天尊摸了摸下巴 跟着鹰猴往外走 但还是往屋顶上看 别看了 迟早要来的 我有不好的预感 两人来到前院 出人意料的 展昭和白玉堂已经起来了 鹰猴仰着脸看了看日头 这很明显是老头起床的时间 今天他家猫仔没赖床吗 展昭打了个哈欠 两个黑眼圈有些明显 坐在桌边发呆 显然没睡好 连平日一向精神奕奕的白玉堂 似乎也在打磕水 天尊和鹰猴对视了一眼 这俩小子昨晚干嘛了 该不会那什么 鹰猴对天尊使了个眼色 天尊眨眨眨眼 歪个头一脸茫然 那什么呀 应该不太可能啊 这么快就开窍了 早啊外公天尊 展昭抬头 看到两人也不近了 在一旁盯着自己和白玉堂发呆 就打招呼 白玉堂也抬头 早 师父 外公 鹰猴点头 坐下准备吃饭 天尊也坐下 白玉堂自觉地 接了陈芯盛出来的鸡丝粥 给他放在眼前 又给天尊拨咸鸭蛋 天尊凑过来 看白玉堂手里的咸鸭蛋 撇了撇嘴 红的吗 冒油吗 白玉堂拨开半个蛋 用筷子戳了一下 发现咸蛋黄还是黄兮兮的 天尊眯一眼 白玉堂立刻换了一个 这个也不对 这时 一只胖乎乎的小手伸了上来 拿着几个咸鸭蛋 掂量了一下 挑了一个给白玉堂 这个 白玉堂转脸 看到了神清气爽 起床的小四子 拨开鸭蛋 果然拿筷子一戳 红红的蛋黄都冒油了 白玉堂帮天尊挑出蛋黄来放到碗里 天尊美滋滋的吃粥 边吃白玉堂边给他夹菜 众人都无奈 白玉堂伺候过谁啊 不过他给天尊端茶倒水 可叫个顺手 小四子 今天穿新衣服呀 展昭好奇地翻了翻小四子的袍子 小四子平日都穿白色或者鹅黄色的衣服 颜色偏淡 貌似公孙喜欢他穿白 不过今天一早 小四子穿着一件黑色的袍子 这衣服做工可精细了 小四子穿着非常好看 小孩子们 基本穿什么都好看 更别说小四子眉清目秀皮肤白净了 但是展昭记忆中 小四子是头一次穿黑色的衣服 早安 小四子身后 公孙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展昭和白玉堂抬头一看也吓了一跳 就见公孙也穿了一身黑 再加上他身后打着哈欠 伸着懒腰的赵普 好嘛 三朵黑云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 家里有白事儿吗 展昭嘴角抽了抽 不解地看公孙 近期不穿白 是能跟什么白虎银虎联系起来 说完 公孙将小四子 往腿上一抱 给他喂粥 小四子拿着油条 惊讶地看展昭 猫猫 你黑眼圈好大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吗 展昭尴尬地笑了两声 昨晚他和白玉堂可是折腾了一晚 昨天晚上阴侯告诉白玉堂 天尊的名字里有个油字 而天尊就告诉展昭 阴侯名字里有个酱字 于是一整晚 展昭嘀嘀咕咕一个酱 白玉堂嘟嘟囔囔一个油 两人酱油了一整碗 那也是亏得没人经过听的 不然肯定好奇 二位大侠吃什么呢 一直念到酱油 只是两人寻思了一晚上 也没想起江湖上 什么有名的人名里头 有酱和油字的 众人正吃饭呢 门外 林夜火他们也起了 正走进来 林夜火本来提着销粮晃来晃去 像是在数落他什么 进了屋子突然愣住了 诶 众人回头看他 就见他歪着头 正盯着小四子看 确切地说 是盯着小四子脚边 那一群小狐狸 不是四只吗 怎么变五只了 众人都下意识地低头一看 也傻眼了 多了一只 小四子也纳闷了 从公孙腿上爬下去 蹲在那 盯着五只排排站的小狐狸 看了看 突然抱起一只 哇 你是新来的 众人都默默地感慨了一句 五只明明长一样 小四子竟然分得出来 小四子 你分得出来啊 嗯 老大 老二 老三 不都是白狐狸吗 有什么区别 有的 小四子 小四子捧着狐狸 一只只跟众人讲不同 众人只有无奈的份儿 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的 这陷空岛四面环水 小狐狸是怎么上来的 赵仆有些不解 白玉堂也困惑 以前没见过有狐狸 最近冒出那么多只 众人正纳闷 外边就传来了 闹哄哄的声音 貌似是三爷徐庆 在数落什么人 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 这是出什么事了 这时好多人跑进来 为首的就是徐庆 带着一帮陷空岛的家将 怎么了 三哥 别提了 家里闹贼了 徐庆一句话 倒是将众人都说愣了 闹贼 这贼是要逆天呀 这一岛都什么人 他竟然还敢上这儿来偷东西了 什么不见了 大哥新买了一瓶酒 准备放酒窖里 等宝宝出生后 白酒的时候喝 没想到昨天一看 一坛子开封了 酒少了一大半 今早几个丫鬟 说给大嫂炖了一宿的补汤 被人喝光了 还有没有丢什么贵重东西啊 这倒是没有 不过厨房说啊 准备煮了中午吃的大螃蟹 不见了两只 徐庆也很困惑 这贼铁定是个吃货 林夜火接过陈心递过来的周晚 有些好笑 实货呀 净挑好吃的 林夜火话说完 小四子给他夹了一筷子小菜 林夜火眨着眼 就见小四子笑眯眯正看他呢 林夜火鼻子一酸 捏住小四子的腮帮子 哎 乖娃 你比那个没良心的狼崽子好多了 你要不是个矮胖团子 我就收你做徒弟了 林夜火感慨完 小四子的嘴也扁了 萧良恶狠狠往林夜火的周碗里 夹了一大筷子辣椒 叫你嘴欠 这时一个小四跑了进来 三爷 三爷 厨房里的人 刚看到一个人影一闪 说刚刚做好的一坛子浮跳墙 不见了 做浮跳墙干嘛 一会儿新船下水 拿来祭贴未来伙计们的 还有啊 刚烤好的烧猪耳朵也没了 一会儿阿姨拿来拜神的 还真会吃啊 烧猪最好吃的就是耳朵 猪耳朵救酒吗 赵普在一边自言自语 公孙无奈地瞧了他一眼 啊 子映啊 你们昨晚上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子映和哲映想了想 都摇头 表示没看见 那是 那家伙轻功好着呢 什么 我尽早看见他了 抱着个酒坛子从屋顶上跑过 估计躲哪吃去了吧 师父 你认识那个人 嗯 那老头命可真长啊 都快赶上我跟这老鬼了 众人都不解 莫非是什么顾焦 徐庆虽然人比较虎 但也不是个傻的 一见天尊认识就问了一句 老爷子 如果是朋友就让他出来吧 想吃什么给做什么 不用躲躲藏藏的 谁跟他朋友 众人一愣 莫非是仇敌 正说着 小四子忽然捧着一只小狐狸 惊叫一声 哇 你也是新来的 小六 众人一说 好嘛 小狐狸已经六只了 还是他一只就凑齐了吧 怎么回事 嗯 我去抓那贼 你又把我抓住他 那老头儿轻功可高 不怕 我设个陷阱等他 说完 展昭胸有成竹地跑了 白玉堂站起来跟着去了 众人都有些好奇 展昭要怎么设陷阱 引个都不知道是谁的人过了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文字幕志愿者计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